我要請教老師說 現在就是 我們生 如果大夢 全部都要放下來 還有乳酥 乳酥在洗的時候 我的寫藍瓜在開花 就是說 乳酥才會傷到 傷到是 洗就比較沒條 嗯嗯 還有 我正常的寫藍瓜 現在 我正常的寫藍瓜 看到了 然後 你如果在開花 那是 我跟教王法一樣 是 六公軍的 那幾樓 那幾樓 就完成了 可以嗎 OK 好 好 謝謝 老師來 來 這個 我們這次 盡量是 補棚賣榜 就是說 大夢 通風一定會好 這種天 到二十度都 對我們的 運實地的一個作物 並說 我們現在在種 地匯在種的是 這個 應材 應材 可能北平鄉 你會把這個補棚放下來 不然 一般來說 其他這些作物來說 小黃瓜 還是 洋香瓜 鴨 米 下南瓜 柯 柯柯可能 北平鄉 要放補棚 但是一般二十度 北平鄉 很多都沒有薄 就是說 通風好 為什麼 他們這樣起來 比較白粉餅 不然這有時候 這個 地溫室來 稍微一點點濕 一天 兩天 黑暗 就得到白分白 所以這 到時候很快 來做處理 所以這在這方面 要稍微注意到 所以補棚 盡量不要緊緊 好 地溫有寒流 我們說的這個寒流 就是說 低於15度 夜溫 有可能低於15度 甚至12度 這個 可能就真的要去幫補棚 但是補棚 地溫在10度以下 不然 也不要全部關起來 就是說 南平鄉 跟老一瓣 讓他去吐吐氣 這樣可能電動會比較好 不然你關到整個裡面都 所以這可能在操作上 我們來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是這個靈性的一個問題 靈性的去向上 這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照正上的背索 倒是還好 但是我們很多都是背索 先過頭 因為乳劑有一個滲透性 再來就是說它的一個殘酌劑 還是乳化劑的一個部分 本身 剛才做的一個標語 就比較有這種侵入性的 一個欺負性的一個傷害 所以有當時 這個 這個 譬如說 靈椎 你把它切不住 它的靈椎 如果稍微有去分開 有可能在上面那個所在 它的這個融劑 融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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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比較容易去鎮到 所以這 要稍微注意到 這方面我們要稍微了解 這個重點 這個大概 是在這裡的一個問題 在提供給我們去和朋友做了解 當然這個商標 直接是鄉民就結到 還有一個比較嚴重 就是開火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擔心 因為火本身就對藥比較敏感 所以有時候它在開火 去抓到 還是說那時候剛才開火 你剛才油膏 這個無火剛才油膜 你把它結到的時候 它甚至就很快 它有可能就整個 灰都會嚇到 這種也有可能 這種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 營養質 所以我們會去上去 有可能就是消滅 包括一些生長抑制 比如說我們用的 這個油膜 帶顆粒 飛顆粒 這個油膜其實很好用 這個白粉 什麼 應用的環圍也很快 但是有時候它就是生長抑制 所以這個火鍋要開的時候 形狀是很強的 我們轉的油 如果粗粗也沒問題 那浪土如果跑不掉 它比較敏感 結果它就很黏 火鍋要不大 不大 當然你就自己就很客氣了 有這種的經驗 所以這在這裡必須要給我們好朋友 你先做這個了解 大概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經驗 所以開火鍋 或是有這段時間我們用油 尤其是用白粉油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小心 白粉油的時候是乳劑 同一個油的 零劑是比水格更好用 絕對是比水格更好用 同一個油是零劑 零劑是零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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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劑是零劑的零劑 零劑是零劑的零劑 但是你要丟一個風險 就是說 很有可能 零劑的傷害性也比較大 一數一數 這是我們去討論的問題 這個提供給我們 注意聽眾朋友 你先做這個 這個參考 這是有關的 這個零劑這個問題 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你是說它的夏南瓜 對啊 夏南瓜的這個死肥 正常來說你現在在開火 開始吃肥要撒毀的 就是說蛋價比在1比2 這個比例在台肥是台肥4號 是一個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溫室底 我們比較不需要去撒毀這種肥料 所以你可以去用一個 吃比較高的台肥水溶性的 一個6號 還是說 這個德國的這個12號 12號的一個 這種 就是說蛋價比1比2 每分地大概在6公斤 這個夏南瓜 它開始在快速成長 所以 它的這個這個有一點點虛肥量 如果在南歐 當然在台灣 因為我們運動不一樣 在歐洲 他們在種這個夏南瓜 Summer squash 然後從來種肚子 像我們台灣在種肚子 菜鮭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是很糙紅的這個 但是在台灣的這個氣候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病害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在種比較不像 他們在那裡糙紅 這幾年可能漸漸有人 比較會嚴重去吃這些東西 我覺得說 他 鎮的時候有鎮的吃法 要比較粗一層 像在吃鮪魚 比鮪魚更好吃 沒有鮪魚 不可以說好壞吃 有時候好壞吃是財人的感覺 在鮪魚個人的這個看法裡面 我覺得他沒有鮪魚 因為可能我們鮪魚在台灣 我們吃比較多 我們會覺得 有一點炒煎炒煎 這都是這樣 有時候不能吃過 你要像 之前有一個朋友來 這個遠方來的客人 這個加拿大來的朋友 他們要請他們 實在一天 大家很忙 然後就說 來三更半夜 剛才吃肉豆腰 要請他吃什麼 吃鮪魚水餃 鮪魚包水餃 請他吃吃 哇這個還是中國菜好吃 你看人家吃鮪魚 他會說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讚 所以這看 吃飯當中有貴 我們鮪魚在燒的時候 燒得很痛 對吧 所以有時候 這個好好利用一下 在燒的時候 我們把他包一些東西 放在兩洞庫裡面 放到等於 偶爾有什麼樣的 就可以給他這個 這樣是不是 這也是不錯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個參考 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說 掌握得很好 所以 西部的這個部分 大概你會叫這個 這種比例 但是他不用那麼多便 不像小黃瓜的時間這樣等 所以這可能你會稍微準備一下 但是我會說 我們一起做的 我們一起做的 有些地方 所以 就是 要看 甚至